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这个星期五即将就职了 那么国会参议院今天就商务部长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和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 三位内阁人选相继继续召开听证会 有关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 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情况 一华你好 你好 能不能说一下今天在参议院应该是外交委员会举行的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人选听证会的情况 好的 共和党籍的南卡罗莱纳州州长 Haley今天是出席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对她出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确认听证会 那么Haley她在今天的听证会上 谈到了一些美国的外交政策和方向 似乎是和川普所提出来的外交方向 有相当不一致的地方 那么首先她谈到了有关俄罗斯的问题 她谈到说面对俄罗斯现在的一些举动 她誓言将采取强硬的立场和声音 来捍卫美国的利益 那么她还说俄罗斯现在是在向世界秀肌肉 因此美国不能够相信他们 而且必须要持续地以谨慎小心的态度来应对 而且对于在乌克兰还有克里米亚的问题上 Haley也谈到说 她认为这些都是不被允许的一些情况 那么她最后也提到 不过她提到说和俄罗斯之间还是有合作的空间 包括在叙利亚的问题上 美国需要和俄罗斯一起来联手解决 目前在叙利亚的难民的情况的问题 那么最后她也谈到说 有关于穆斯林的美国人是否需要注册 因为这个问题在于 川普在竞选期间是不断地被拿出来讨论 那么她的说法似乎和川普所提出来的立场 还有政策有一些不一致 她是抱持的态度和看法和川普的说法并不相同 我们接下来先来听听 今天稍早她在听证会上谈到有关的问题时 她怎么说 稍早曾有些关于要将一些美国族裔群体进行注册的讨论 尤其指的是美国穆斯林团体应该要进行注册 能否告诉我们你的观点 你是否认为将美国人群体注册是可以接受的 参议员 谢谢你的提问 有关问题的讨论可能可以追溯到当选总统川普早些时候说过的话 川普政府和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基于任何宗教信仰而进行注册 但我认为我们必须要确保哪些国家是威胁 哪些有恐怖主义 那些是我们必须要关注和小心的 对于从那些国家来的人也必须调查 是的 谈到有关的问题时呢 Haley的说法是说是希望这个美国政府的立场 并不是要将所有的美国穆斯林都注册 而是要区分哪些是来自于这个和恐怖组织有联系的国家 那么另一方面刚刚在评章和龚小夏的连线当中呢 访谈当中也谈到了有关尾巴的问题 那么在今天的听证会上呢 Haley是对于这个目前这个联合国决议案呢 对于这个以色列定据点活动的这个谴责呢 是予以了抨击 他是认为说这是联合国做出来的错误的一个决议 而且方向是不正确的 那他还说如果他确认能够成为美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的话 他将会积极地捍卫这个美国的核心利益 还有美国盟友的这些价值 那么最后呢他也谈到说这个 最后呢这个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 考课参议员呢 他也这个谈到说现在的联合国呢 是一个急需要改革的组织 而且他也相信说 Haley是一个能够捍卫美国利益的这个有力的倡导者 那么这就是今天在这个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的这个听证会上 目前的情况 丁森 一环另外一个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个内阁人选 就是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 也就是卫生部长的听证会 我们都知道现在美国国会啊 正在要推翻奥巴马医保的这个问题呢 现在是争论的可以说是沸沸扬扬 那么今天的听证会上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怎么说的 好的就像刚刚这个平章和这个 光小夏在这个访谈当中也提到的 今天这个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呢 普莱斯的听证会呢 可以说是争辩的最激烈的 而且普莱斯所面临的议员的这个秩序呢 也是最尖锐的 那么这个来自乔治亚州的这个众议员普莱斯呢 他呢今天在这个听证会上呢 也谈到了这个他对奥巴马医保这个改革的这个看法 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他在今天在这个听证会上 他怎么说 我们最不要做的事 就是从一个民主党的医疗保健体系 转换成一个共和党的医疗保健体系 我们的目标是从一个被视为是民主党的医疗保健体系 换成一个能满足所有人需求的美国人的医疗保健体系 是的普莱斯他是被提名作为这个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 那么这个机构呢对于这个奥巴马医保改革的这个方的这个做法呢 未来还有走向呢都有相当关键的的这个扮演的相当关键的角色 那么共和党人呢 共和党的议员呢之前已经誓言了 在这个共和党全面执政之后呢 他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推翻奥巴马医保改革 而且就是以一个新的方案来取代 那么除此之外呢 今天在听证会上呢 这个普莱斯也面临了一连串有关于他一系列和这个一些医疗公司之间的这个交易的情况 那么议员们是对于他的一些这个财务状况 还有对于他之前CNN在星期一报导过的 他和一些医疗公司的一些在投资 还有这个买卖上面的一些情况 进行了非常严厉的质询 那么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呢 在星期二一月十七号的时候呢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已经谈到了他认为这个参议院的议员呢 是不会给予这个普莱斯一个确认的正面的一个确认听证会 很有可能在之后也不会通过 他也很有可能不会通过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这个财政委员会呢 下个星期也将就这个有关的问题 也就是这个普莱斯和一些医疗公司的一些交易状况呢 来进行一些听证会 那么有关的情况我们也会为观众朋友们来掌握 林森 炮台谢谢易华 这是美国中心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报道